- 炸药包的时间 - 对 - 就那波微信真的太不小心了 - 是 我们来看一下吧 - 红色帮的GTM这把整个应对 - 先搬阿卡利肯定是没问题的 - 而左边是鳄鱼加莉莉亚 - 先搬掉 - 佛爷哥 - 不可能放了 - 红色帮搬我已经确定了 - 佛爷哥加大叔 - 对的 - 都不用想了 - 虽然寡妇搬完 - 那这把还是人马开在外面 - 这个 - 对于TT来讲 - 他们人马也没玩的 - 呃 - 呃 - TT人马玩 - 人马玩 - 人马小白玩了七场 - 玩了最多的 - 哦 - 这TT人 - 不不不不不不 - 说错了 - TT确实人马没怎么玩过 - 确实人马没怎么玩过 - 就是七场就是僵直玩的 - 是的 - 我印象中 - 来 - 大速开了 - 开大速 - 一楼直接抢 - 真来了 - 上 - 狗刚说这英雄不出 - 不出 - 一楼压锁 - 行 - 呃 - 但是大叔他不一定要去走打野 - 对啊 - 那这样的话 - 我觉得JT们可以大叔拿下来 - 然后就走辅助 - 树家人马的 - 就JT们管他自己都梦了 - 他大叔给我了 - 怎么说 - 兄弟们拿不拿 - 先泰坦 - 先泰坦 - 关键是永恩 - 这一厅选了 - 自己办了 - 然后亚索开在外面 - TT就直接一楼给抢掉了 - 但是泰坦加大叔会不会有点小丑小 - 但我觉得他这个泰坦应该是想抢小白的吧 - 小白泰坦玩是最多的 - 对对对 - 而且泰坦跟亚索这combo太直接了 - 比那个酒桶直接多了 - 泰坦加人马 - 那这边的话大叔感觉可以拿了呀 - 这个不拿叔叔没道理 - 而且我想起来为什么要抢亚索了 - 亚索封枪康特大叔啊 - 就是我想好了 - 就是你拿大叔我有用亚索做反制 - 就像我们说这个奥恩的羊也一样嘛 - 对吧 - 先把你康 - 先康特你大叔英雄我先拿了 - 两边这轮的博弈其实很精彩 - 九筒 - 一样画葫芦吗 - 还能再摇一下吧 - 但是我觉得就是小白现在看这个打野凌雄池里面 - 能不能出点新东西了 - 对吧 - 不是 这真不拿呀 - 感觉到这份上应该没人拿了吧 - 这才不拿这个真没道理吧 - 这直接就把侠锁了 - 我感觉这天不想上当 - 我觉得这样 - 我觉得这样下来 - 金庭肯定也不要了 - 有没有道理 - 金庭肯定 - 这样来说的话大概就是不要了 - 软杰听要不了了主要是 - 再不计的话要不大叔走上 - 对吧 - 走上其实也行 - 但对线很弱 - 对线确实是施大石的弱 - 对的 - 中路捕龙王的话大叔上路就上不了了 - 对的 - 这马上就AP太多了 - 该两边都不要了 - AP太多了 - 但是TT仍然保留一手可用性了 - 就是九筒服务嘛 - 对熊总再去摇一下 - 还是半 - 还是半 - 对 - 因为J-Team的思路里面 - 自己阵容拿不了的情况下 - 也不想你TT能够在打野方去把大叔补出来 - 因为自己阵容对于大叔来说是没有反制的 - 是的 - 但我觉得其实J-Team在红色方的这个建招拆招做的也很漂亮 - 对吧 - 没有跳进这个冒凯陷阱 - 确实 - 冒然选下来确实感觉会被亚索捧扯 - 对 如果你想想看他们是这个冒凯 - 然后左边把那个泰坦一锁 - 对吧 - 然后霞一选 - 其实在面对亚索边霞的时候 - 冒凯还真没有那么好用 - 是 - 你的两个关键性的技能 - 对方都有反制的手段 - 然后这里的话就冰着AD去办了 - 嗯 - 但右边这个阵容中路如果是龙王的话 - 下足应该是一个需要前期去起血色的英雄 - 那感觉是维鲁斯类 - 我觉得卡莎被办了 - 我刚觉得说卡莎这把是不是右边也可以玩 - 因为他可以配合这个泰坦跟人马去进场嘛 - 但这样的话感觉这个阵容来配维鲁斯就正好 - 嗯 - 加一个空 - 再加上前期对线也比较厉害 - 这个对线确实是厉害这英雄 - 这也可以先左一地的 - 上路可以看一下 - 或者说自己 - 啊卢仙 - 想打得更主动一点 - 但卢仙这个又走下其实没想到那么厉害 - 而且手不短 - 对这手真太短了 - 卢仙走下真没想到那么厉害 - 他们可能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思路嘛 - 就是我补一个前中期来打架的 - 对对对吧 - 给龙王把这个时间支撑过去 - 是的 - 一般中路选龙王下路肯定要选个前期厉害的一期 - 嗯 - 再补一手山羊 - 继续有同打野 - 上路的话感觉这把剑魔什么也都有出的空间 - 我觉得实在不行你就整个得骂呗 - 是的 - 对吧 - 你实在没什么玩 - 你就整个得骂也行 - 盖伦剑魔 - 我觉得二选一吧 - 应该就是盖伦剑魔二选一了 - 以右边这个阵容来看 - 这个剑魔的话前期不一定顶得住 - 这个团战不一定在前排站得住 - 盖伦的前排是肯定站得住的 - 盖伦 - 他打啥都不怕 - 对吧 - 你这counterweight - 你最多让我稍微难收密简简 - 但我这英雄抗压很厉害 - 右边感觉要拿剑魔了 - 嗯 - 这个阵容感觉剑魔应该是比较适配的 - 也没拿别的东西拿你这个 - 武器不如剑魔 - 来卡丽茨塔享受一把 - 想不了 - 哈哈哈哈哈哈 - 转响 - 天魔 - 没问题 - 压缩打龙王 - 嗯 - 其实龙王打压缩 - 倒还挺舒服的 - 它不像别的法师 - 对吧 - 我跟着压缩就先往那 - 就龙王前面就是刷 - 不是 关键是 - 龙王那个吐息压缩 - 对 你挡不了 - 对 - 龙王的技能 - 没有一个压缩是能挡的 - 对的 - 那个天赋你也挡不了 - 对 - 啥都挡不了 - 龙王 - 所以说亚索 - 龙王是唯一几个远程法师里面 - 打亚索比较舒服的一种 - 对 - 就像就是亚索能挡那个ADC的所有攻击 - 但挡不了那个塞纳 - 对 - 这样的道理 - 是的是的 - 来期待一下对局了 - 换编了之后 - TT 同样还是把自己 - 亚索加酒桶的一个中野 - 继续贯彻在第二把游戏里面当中 - 嗯 - 但 - 只能说这把不寻常的就是大树开出来 - 但是没有人在前三楼去选它 - 这其实感觉也是TT给JT挖的坑 - 但JT没往里跳 - 对 - 就是这个关于大树这个难题 - 就是TT解的好 - 对吧 - 然后回过来JT反应的也很快 - 两边在这个博弈当中是前三楼的这个BP - 没有落入对方的陷阱之中 - 关键是在英雄打野AP英雄多的情况下 - 那在没有了永恩之后 - 亚索优先级是大幅度提高了 - 所以说一楼其实去抢亚索确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- 嗯 - 来进入比赛看一下吧 - 这季换到蓝色放能不能追回一局 - 主要还是这个封墙 - 因为亚索这英雄到后面封墙也很宽的 - 嗯 - 对吧 - 他那个封墙等级起来也很宽 - 想钻过来偷个仙弓 - 我自己老玩龙王也用这个皮肤 - 这个皮肤真的好用 - 给钱 - 给钱 - 主要这个皮肤看着就很像我们说东方龙的那种感觉 - 对吧 - 很像我们当时说要出没出的那个敖心的感觉 - 是的 - 这之前有一个就是手游的一个活动 - 送个龙王皮肤做活动嘛 - 那个要那个活动要做差不多12天左右 - 能领一个龙王 - 那个龙王的皮肤也很好看 - 这背上是一座山 - 更具神话色彩 - 对 - 闪天过来想硬打一号 - 能反应也很快 - 这波侠如果不交闪的话 - 会被卢仙打打满一整套的 - 是的 - 带强弓下来的套有点受不了 - 对的 - 滑步 - 确实前面对线还是很凶啊 - 因为霞这个英雄三级前 - 几乎没什么战斗力 - 上路就抽陀螺呗 - 对吧 - 这盖轮也没事干 - 这把反而是对于J Team来讲 - 要把这个节奏放缓下来了 - J Team这把 - 因为毕竟龙王选下来了 - 这龙王这个英雄选下来之后 - 你节奏肯定要慢慢来的 - 急不得 - 心急吃不了热豆河 - 太阳前面已经把产生交掉了 - 这不等于就是渐渐性过来帮自己的中路 - 缺压线给点亚索压力 - 虽然亚索气也不怕你 - 他就为了帮龙王把这部线送掉 - 对 - 就帮龙王把切送进去 - 让龙王回家补一光备 - 1.5K的一个经济 - 回家可以直接买鞋了 - 把穿鞋先买出 - 九童刷野速度是真慢了 - 别说 - 对啊 - 但还好 - 因为这把对面是个人马 - 人马前期也不起节奏的 - 人马前期反正也是刷 - 两边都互刷的情况下 - 就大家都差不多了 - 这把是奔成团战区的节奏 - 对 - 没有上把那么的血腥了 - 盖伦这波应该要速推线了 - 没有选择让盖伦速推线 - 这样的话九筒就不会进野区了 - 因为知道这波对方的野区刷新了的 - 说是九筒是有进野区空间 - 看到了对方的十多人刷新 - 但没有看到人马 - 九童选择自己刷自己的蛤蜊了 - 盖伦这边是打得有点嚣张 - 直接已经是走到对方塔里 - 再炫肚层了 - 主要还是刚刚控下了一只杀蝎嘛 - 是的 - SMY脑袋没顶着啊 - 直接找路线下手 - 过来再打一套 - 龙王一个大隐护路线撤退 - 但是 - 但是野区这边怎么出事了 - 这人马怎么莫名其妙没了 - 而侧翼的话 - 剑模拉起了一个大招 - 这应该是一波配合 - 是上野直接击杀掉人马 - 应该是炸回来 - 大宝剑直接给插掉 - 对的 - 如果剑模在盖伦脸上一顿打 - 但是盖伦好像有完全不虚意的 - 主要是他要跑你是没办法的 - 对 - 这盖伦跑你是拿下一点脾气都没 - 对的 - 这人马前进死一次会小伤一点 - 主要刷野节都会乱 - 对 - 看一下啊 - 刚才一波回放啊 - 这跑过来被撞了个大满怀啊 - 这个是 - 这个确实也没啥脾气了 - 然后闪现接A - 我看到原来是这样 - 这个直接是跑过来撞了一脸 - 我来了 - 我走了 - 可是走得挺自然的 - 这走是直接走到坟墓里去了 - 直接进乖菜板了 - 下路 - 下路 - 刚才上路起波节奏之后拿到了一点优势 - 而且随着等级提高 - 现在这个TT的下路啊 - 队线也没有像前期一样那么怕了 - 能还手 - 先反正就是偷装备 - 就JTeam这个阵容肯定是要晚点发力的 - 就是等 - 等 - 和时间赛跑的阵容 - 和时间赛跑的阵容 - AD装备没有 - 没有任何的经济差 - 现在差距就在上中野上 - 对 - 但现在也没有形成 - 实质以上的大剑装备差距 - 有领先但不多 - 对的 - 哎 - 哎 - 这什么东西 - 被炸了个满环 - 而且直接被空死了 - 迪外这边 - 哦 - 这一波 - 这个太坦感觉有点死的莫名其妙 - 而且是连续两波 - 小白在对方野剧的一个敦服 - 都是为他们收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效 - 是的 - 这边直接是动龙了 - 一边动峡谷 - 而确实对于TD这个阵容来说前期 - 尽可能多的去起优势拿经济 - 清风拿下 - 清风拿下 - 看情况要不要考虑撞中 - 是的 - 看下中路防御塔的血量 - 还不足以脑袋撞掉 - 两千九百血 - 小白应该是不会随便放了 - 哎等等 - 这个人吗 - 有可能要被抓呀 - 被打了一套 - 血量把这锯弱 - 打强攻 - 这波感觉有点危险 - 侠可能要倒了 - 散线躲 - 很帅 - 一勾勾断了吃铁重锋 - 哦 - 但是这波不敢继续追了 - 因为没有酒桶的位置 - 而且中路的- 天空放掉了 - 对的 - 中路这边都是在回城的 - 哎 这个龙王再往这扫的话 - 有可能要死了 - 刚说 - 三闪接大挂石落 - 有一个毁灭冲锋 - 人马到来 - 在塔下压锋已经拉走了 - 再被一个吹风之后炸走 - 刚说这波龙王不准要出事儿 - 结果就出事儿了 - 关于龙王这波也没有蓝 - 而且大招也放了 - 小白这把存在感太满了 - 是的 - 刚刚的这个三闪也是在塔下留住了 - 龙王 - 龙王这小身板子 - 感觉这个是上把他们想看到的画面 - 这个确实是TP想要见到的画面 - 这个阵容选穿就是要在前期能打出这样的效果 - 是的 - 亚索跟九筒的combo接下来是很舒服的 - 而且这把九筒因为前面前多 - 然后装备又好 - 然后装备又好 - 就他这把伤害还高 - 没有上把那么难受了 - 上把就是炸也炸不死人 - 对吧 - 然后开也不好开 - 但这把不一样 - 这把有个奥恩在后面 - 为他补充这个开团的能力 - 对 - 这把现在经纪领先挺多的 - 五千经纪领先 - 而且这 team 的中路马上守不住了 - 是的 - 这把压力挺大的 - 压缩起来 - 接大招了 - 我也开大了 - 大招也打了出来 - 往后睡了 - 下路啊 - 直接对卢山动手 - 直接顶飞了 - 坏了 - 这波的话小马也直接在塔下被击杀掉 - 这波是辅助回程的一个时间差 - 被提提给抓住了 - 是的 - 这右边小马这个点是最不能出事的 - 嗯 - 他其实是右边这 team 这个阵容的中期支柱 - 中度效仰 - 龙王直接给天铺了 - 天铺当然完全没输出的 - 一勾勾回来 - 龙王直接给吐息 - 但这个伤害差的也太多了 - 掩护兄弟们退吧 - 哎 但这波差一丢丢 - 这一丢丢就是一丢丢啊 - 这一丢丢就是一丢丢啊 - 就喷不到啊 - 可惜 - 但这波手下已经很不错了 - 下路又是同时开打 - 如先往前追 - 逼出霞的大 - 再用异性的拉走 - 剑魔到场来收了 - 那没办法 - 但是霞在临死前 - 是把这个二塔给推掉了 - 这不能反推一波塔不 - 这塔感觉有点推不动了 - 来得很快 - 推不了 推不了 - 怎么又进野区了 - 迪外 - 迪外这里交闪线 - 先拉走 - 剑魔来救 - 自己有个盾 - 但还是被奥恩直接一个一岁给拍死了 - 剑魔也被留住了 - 再是三闪接狂风崛西斩 - 三技能上墙之后 - 配合上德马的伤害 - 斩掉剑魔 - 这个配合太经典了 - 嗯 - 就是根本动不了 - 这个就是 - 你被撞到的一瞬间 - 这个双手可以离开屏幕了 - 这个迪外感觉有点迷路啊 - 这一把 - 主要是连续两波 - 对吧 - 一波是在自己野区被蹲到 - 一波是这个撤退的时候 - 在对方野区里面被九层摆到了 - 就这把龙王 - 先掌插上来 - 先掌插上来 - 点点不上来 - 赶紧用这个毁灭冲锋去给个恐惧 - 坤坤闪接掌握上 - 压锁大又好了 - 直接搭着远距离先过来 - 最后一下 - 直接把人马戳死 - 同时一个风吹起两个 - 道工没拉到人 - 坤坤这边被追着卡 - 又有点危险 - 道工一转往前开 - 龙王继续过来 - 给吐息 - 哇 - 就差这么一点啊 - 好难受 - 正面在砍后人 - 好肉啊 - 感觉砍不死啊 - 这个就是我们说啊 - 这阶级阵容在中期非常缺伤害 - 这个阶级阵容在中期是很难起节奏的 - 嗯 - 再加上前面的这个小白 - 对吧 - 在野区平凡的给阶级制造麻烦 - 打出自己的一个前期进攻节奏 - 对吧 - 确实对阶级阵来说很难受 - 提提这波过来直接动第二场小龙 - 阶级阵其实也没啥办法 - 是的 - 我觉得人马应该不会过来抢了 - 应该是直接让掉了 - 哎 - 这边要找维心 - 这盖断还是肉啊 - 龙龙也来了 - 不过飞的位置有点点太难也来了 - 走不掉了 - 这一路上都是人啊 - 走了一个还有一个要让头吧 - 让头了 - 中路被开到人马这位置感觉 - 直接就死了 - 大枣也放不出来 - 没办法 - 这个控制太死了 - 而且下路的高地 - 压缩已经带上去了 - 剑魔赶紧开架大面过来防守 - 这个兵线能清掉吗 - 清掉了 - 那还行吧 - 这个塔吉马暂时守下来了 - 刚刚这盖轮奇妙冒险去了 - 是的 - 哎 - 不走吗 - 周周 - 但还好啊 - 这个剑魔是没有暗影充绝了 - 这 - 这探险探不过去啊 - 现在对于JTM来讲 - 现在场上他们还有翻盘的希望来自于Soldier的龙王 - 对吧 - 如果你说这把要翻 - 感觉只能是看龙王后面打团怎么发挥了 - 但龙王装备太差了 - 翻不动了 - 对 - 装备确实很差 - 现在龙王我觉得三件套都不够了 - 龙王你现在给他法爆球摸出来 - 再给他拿个帽子伤害都不够 - 主要是 - 其实龙王这个阴神有一点比较尴尬 - 就是他挺怕酒桶的 - 他这个真挺怕酒桶的 - 对的 - 你那个不敢站着喷的 - 就下一件龙王他还不能裸帽子 - 他还得再做一个 - 王勉 - 王勉 - 得买王勉 - 得买王勉 - 但像这个形势来说 - 真的很难打 - 要硬开 - 但是 - 怎么跑太快了 - 白米飞人 - 这是不好留人的 - 你看现在这些人都出不去 - 主打一个就是野区站在草里看 - 而对于左边来讲 - 这个大龙其实他们想rush可以稍微尝试一下 - 逼对面过来也行 - 三波仗着自己肉啊 - 脸探草 - 把这些人挤在了这个狭小的口子里面 - 太坦应该还想再找找机会吧 - 我感觉 - 又是一勾没勾到 - 但这感觉还好没勾到吧 - 这勾到了感觉自己交代了 - 勾到自己要出事儿 - 下路不得已啊 - 龙王必须要回来防守 - 但是龙王不在 - 正面要不要考虑动一下龙呢 - 剑魔已经砍下去了吗 - 跑回来了 - 哈哈 - 奥恩教养想要顶着剑魔 - 但是没视野 - 一个尸体冲锋撞起来了 - 剑魔赶紧交闪现 - 这波有反打空间吗 - 感觉可能有啊 - 但一勾没中 - 但三毛被打的伤药 - 龙王也来到正面了 - 这波龙王天铺捏得很死 - 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交 - 手下来了 - 他们这波想的应该就是我要防守 - 这波动大龙啊 - 这波动大龙打的速度好快啊 - 而且龙克里面没有视野不知道的 - 反应过来吗 - 这个时候这样拉到正面来打团 - 暴风雨人已经开了一个倒沟 - 扣在前排 - 天铺感觉顶不住了 - 天铺倒了 - 龙王天铺往下落 - 这把大龙也直接落了下来 - 但是没有人跟输出 - 龙王阁将喷一下 - 这波大龙感觉甚至有可能继续动啊 - 可能会动 - 其实状态都还不错的 - 是的 而且这波已经是把 - 这一斤打的都没状态了 - 对 - 这样感觉大龙得放了 - 要放了 - 这个大龙放完感觉 - 这把更快不了了 - 经济已经差一万了 - 很难守啊 - 虽然我们说就是龙王是个亲切很厉害的英雄 - 但是你在面对对方这种多强开 - 而且有稳定combo控制的情况下 - 你是不太敢往这个线上站的 - 而且刚才龙王确实也没办法 - 没有落天铺的角度啊 - 这波卷起来之后 - 但是后续 - 两边拉开 - 后J Team其实没啥状态了 - 但是你看这时候TT就很聪明啊 - 你没有状态 - 我立马反身往龙坑去逼近 - 让你必须跟我接战 - 对的 - 又是一撞 - 撞起来人马加速从远处 - 又来了 - 一道虚影飞闪而过 - 带走了僵直的性命 - 这像打保龄球一样的 - 像那个空接 - 对啊 - 对吧 - 篮球直接空接了 - 坏了 - 这山羊又 - 又开始 - 放到 - 坏了 - 这苏瑞亚 - 这活了跟死里没啥区别了 - 诶 侠被打出大招 - 没了 - 而且正面的奥恩 - 赶紧招之类冲锋走 - 但是有个泰坦在留他 - 再被勾到之后 - 人头给到的是卢仙 - 不过亚索已经来到了 - 一个大宝贱 - 大宝贱我下来 - 而且基地的防护罩已经消失了 - 有兵线的感觉是要结束了 - 成功打回一局 - 那我们也是攻击TT - 确实这把亚索跟九统的效果 - 就明显体现出来了 - 这个是他们第一把想要的感觉 - 这味就正了 - 这把是我觉得小白是真的发挥太好了 - 这确实是他们想要看到的那种渗容体系 - 九统和亚索的配合配合出来 - 而且前面的节奏 - 都是来自于小白的九统 - 第一波在演出